这个大哥呀 说你特别在乎别人的看法 一招叫你解决 就是阅读 他阅读呢 道德经 所以阅读就好了 也不掉块肉 还咋说咋说吧 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呢 就是没有主心骨呗 抢头草呗 可是你完全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你就别出来混事了 你缺乏共情能力 怎么办呢 就爱自由吧 朋友们 没有其他的解决之道 人不可能走到极端里面 是吧 毫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和完全在乎别人的看法 你都走不进去的 就是在此期间找一个合适自己的位置就好了 工人好 我响说 可以 我响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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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诶 感谢观看